首先将画面中的鹿选起来 在视窗底下互动打开动画面板 我们将这只可爱的鹿设定预设即为淡入 并且决定它淡入的描述 再到画面第二页的位置 挑选雪花剪下 回到第一页 将雪花贴上之后 我们给雪花一组动画 预设即为从上方飞入 另外我们要让雪花有飘移的感觉 改成利用左手边的铅笔工具 绘制一条弯曲的曲线 尾巴连到雪花的正中心 我们将涂层面板当中 其他涂层都先进行锁定 只保留雪花涂层 将铅笔线与雪花一起选起来之后 在动画面板的右下方 会有一个转换为移动路径的按钮 点击之后 我们进行预示跨页 就可以看到雪花从上而下的飞入 再重新进行时间 以及淡数淡入的设定 选取雪花在动画面板当中 我们将秒数设定为两秒 勾选重复播放 打开属性面板当中 不透明度 修改为淡出 小心选取 选取这个雪花外围的部分 AUTO键左键点拖拉 可以拉出不同雪花 将它分布在随意的位置上 点击路径 我们可以拖曳它的长短 再一次点击路径 再一次点击路径 我们可以拖曳路径的长短 将画面中的雪花随意挑选 设定不同的描述 完成后我们打开设计器面板 随意的将雪花随意的将雪花片 挑选几组 点击右下方的一起播放链接按钮 完成后进行浴室 雪花便会在不同的时间播放 并且是循环播放 完成第一页的雪花之后 我们到第二页的位置 将画面中有直线的雪花 先将它往上拉 放在上方备用 画面中有一组光芒 我们将它设定为淡入 一样可以利用Auto键进行复制的动作 我们也可以用Ctrl加Shift进行缩放 再一次的任意挑选几组光芒 给它不同的描述 完成后再一次的把计时器面板打开 我们任意挑选几组光芒 进行链接的动作 将画面中所有光芒全选 勾选动画面板当中的重复播放 进行浴室 进行链接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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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链接的动作